准备了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欢迎大家 这边呢 是我们六位活泼可爱的同学 大家好 有一位是我们新来的同学是吗 大家好 我叫一鸣 来自马其顿 是一个学校的 是校友是吗 对 这个新同学 欧欣你要多帮帮他 好的 那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两位导师 我们的传道导师 毛沛奇老师 欢迎您 我们的解惑导师 戴维娜老师 欢迎您 好的 那我们认识了之后呢 今天的主题字是什么 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闪一闪亮星星 满天都是小星星 跨在天空放光明 好想去个小眼睛 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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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这首儿歌大家都知道 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首儿歌 刚才我们的小朋友也唱得特别好 今天的主题字跟我们的儿歌有关 也是唱给我们的儿童听的 所以我们的主题字是 儿 儿字 黄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儿字 你看我们的文字 从最古的甲骨文到现在看书 一直没有改变的 你看上面是什么 你们见过那个新生儿的小孩吗 他那个头骨啊 忽然忽然在动 门心着 你看这样 现在我们的简化字呢 把上面去掉了 就用下不了了 更简单了 比一书写 谢谢黄老师 那我们这样 我们先来讨论讨论大家这个儿时的趣事 还记得小时候的好玩的事吗 这个我父母给我解释 我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哭 大夫把我提起来 然后搭屁股 我也没哭 大夫都觉得怎么回事 正常的 但是我感觉不到头 很小的时候 那挺稀奇的 一般这个小孩 那个拍一下 还肯定会哭的 我没有 你知道现在也不爱哭是吗 还记得五六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真正哭 我父母跟我一块儿哭了 开心哭了 你总算哭了一次 终于会哭了 别哭啊 原来你从小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不是 最近她的朋友揭露她 有一次哭了 她想她 媳妇想她 想媳妇想她 我小时候呢 用家里的一个桌子 做一个小卖布 就拿几个盒子 然后就放在旁边 然后呢 做一个床 我小时候也是 她爸爸帮忙买东西 对对对 那明良呢 小时候我们会去 就是中餐馆 美国的中餐馆吃饭 然后最喜欢的就是送饼干 里面会有一个 有一个小纸条 写一句话 你不知道是吧 我不知道啊 对 那没问题啊 因为我带了一个 带子装满的饼干 对对对 写得是什么 各名粮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时候的回忆 一定会多的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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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有饼干 先这么分 先这么分 对对对 天哪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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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要注意了 不要一口吃掉 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 打开来可以看一下里面 您的生活是火热的 没法 我这个里面是 您将有很强的创造力 这个特别符合我的这个 星座和性格 来 你想 你们拿到的是什么 我这边写着 你将要吃更多的饼干 你将要吃更多的饼干 那都由乐民良来负责了 小朋友有没有把这个饼干打开 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 您付出的经常 将有好回报 付出就有回报 是不是啊 要记住这句话 只要你努力了 就会有成绩 还有旁边那位呢 不满足者 三个 永远痛苦 三个 所以要告诉你 知足 常乐 我觉得这里面的寄语 都非常的好 还有老师 还有老师们的 这写的是 你的成功建立在 严肃和宽容的基础上 是这样吗 王老师呢 到大海 从风帆当中 汲取力量 王老师 去旅游啊 挺好的 应该多旅游啊 好的 那我们刚才 我们的同学们 都给我们分享了 儿时的这个趣事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组词环节 刚才说了这么多 有意思的事 看看大家能给我们 组出什么 有意思的词来 来 开始 来 我们来看下 皮拉尔的 儿女情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女在一起 永远相爱 就是这种感情 会永远存在 后面还有半句 你知道吗 爱情不老 儿女情长 爱情不老 听着挺顺流 儿女情 情找我一找到 又是根据实际情况 来的 必须的 儿女情长 兄弟情更长 我知道了 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意思就是说 为了感情 而放弃某一个事情 在西方也有什么 就是不爱江山 爱美人的 这样是温莎公爵 这样的故事 在中国也有 就是霸王别姬 这样的故事 项羽有英雄情怀 也有儿女情长 应该是这样子 他没有因为 儿女情长 来舍弃英雄情怀 他的失败 不是因为 他喜欢了渔姬了 所以他才失败 不是这个 项羽的失败 是因为他和刘邦 斗争当中的策略失败 他是一个 叱咤风云的英雄 他可以在刀光剑影当中 冲锋陷阵 同时 他也有儿女情长 所以这个人 是很可爱的一个人物 项羽跟刘邦 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性格 刘邦是一个政治家 他自己在逃亡的过程中 曾经三次 把自己的儿女 全部推下车去 只管自己一个人逃命 在楚汉乡镇 到达这个胶着点的时候 项羽一度绑了他老爹 并且说我要把他给煮了 烹了 人家刘邦很潇洒说 那请你分我一杯羹 所以这个项羽碰到这样的流氓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到该下的时候 项羽心里惦记的呢 还是两样事情 一是他的宝马 一是他的美人 也是这种私动千载的情怀 能够让我们今天依然对 一个英雄 一个枭雄无限的追眠 好的 那我们同学们对项羽和刘邦 怎么来看呢 你们更喜欢哪一位呢 肯定是项羽了 肯定是项羽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嘛 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得到了这个美人的爱 应该可以一起再建立起来 这个江山嘛 我是这样的 得到美人之后 共同来建立 我为刘邦投票 你为刘邦投票 哦 为什么 我觉得人还是得有追求 要坚持到最后 不要忘初心 好 那我们毕兰尔呢 我想找男朋友 应该是找项羽 项羽 这个好像就不用选了 肯定得选项羽这样的吧 对吧 维达你要选的话 你会选谁呢 这个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美人跟名将一样 都是我们期望 他在最辉煌的时刻凋零 那我的话 肯定会选项羽 我从初中开始 就非常迷恋项羽 初中写的第一首诗 就是写给项羽的 里边还有一句 我到现在还记得 非常非常幼稚啊 英雄之雪 纵贯千年 直呛小人之鼻 哇 非常了不起哈 维纳 其实那时候大家 大家可能还都在迷恋 这个隐心歌星哈 我们维纳迷恋的就是项羽了 那我们看看大卫的 赵氏孤儿 来 给我们说说 这是中国的一个 比较古老的一个故事 赵顿他有一个儿子 叫做赵硕 本来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家族 结果呢 是要被图案谷 要全部家族都杀掉 刚好赵硕的老婆装机 他那个时候是生了一个儿子 把那个儿子交给了 接生产的那个医生 叫彭英 他就把那个孩子给带走了 图案谷 还是要把那个孩子找出来 成妻 就把自己的孩子 当作赵氏的孤儿 交给了那些艘兵们 但是赵氏孤儿 他活下来了 那后来 这个成妍为了报复 他就让这个赵氏孤儿 进入古安谷的府中 做门客 然后报复他 报仇 《奥尔坤》这个电影 是中国的大导演拍的 陈凯歌 你也看过 我也是听说过 但是在空海 好像那个名字不叫那个 这个名字叫什么 对 中国孤儿 对 中国孤儿 叫追命 中国孤儿 法国文豪福尔泰 曾经把赵氏孤儿 改编成了新的剧本 名字叫《中国孤儿》 后来呢 这部戏又在英国不断地上演 并且曾经有英国的评论家 把他跟哈姆雷特相提并论 认为他是一次 最经典的中国式的复仇 这部戏是一个很多老子 他最早记载在所传当中 左章讲的是在晋国发生的事情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是讲的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诚信 承诺了一定要兑现 最后这成英 宁可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被杀 最后他保住了赵氏家的 唯一的一根根苗 赵氏孤儿被改编成了很多戏剧 包括我们当代的大艺术家马连良 也有京剧《赵氏孤儿》 这个非常好看的作品 我们来很感恩哲学的 养儿防老 什么意思 在我们那边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不是这么说的 儿子长大了以后 就可以照顾一下老人 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是觉得 我就自己很愿意 就多陪他们 多陪陪父母 对 大卫呢 中国很注重儿孙满堂 然后家里如果会比较热闹一点 享受天伦之乐 享受天伦之乐 来 乐明良呢 大家都在说 孩子应该照顾父母 我们对照顾的这个词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们会觉得 我把父母找一个好的养老院 他就是照顾照顾到了 赡养父母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我到了这里 真的是学到了这个孝这个字的意思 在这边看到我的老公 对自己的家人是怎么样 后来呢 我向他学习了 现在也越来越希望多多陪我父母了 我们有一句最高的道德叫做孝 叫做百善孝回先 就是要求有对于父母的关爱 对于父母的回报 所以我们也特别说这个什么 乌鸦 帆埔 什么这个小羊 贵乳 我们有很多这种比喻 所以这种东方和西方文化 它理念不一样 但是都有它的合理性 安泽说 它从中国的文化当中 也学习到了很多好的东西 我想各个民族之间 他们的优秀传统 在我们的交流当中 都会得到发展 养育女 是应该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事业 就像赡养老人 也应该是一个天经地义 不求回报的事情一样 所以在未来 我相信这个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 去不断地更新 它内在的含义 子女跟家长之间 共同建设一种更加健康的情感 共享天伦之乐 好的 那我们刚才 主了那么多词 我们现在呢 让马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儿字的意思吧 儿的意思是非常丰富 从小儿到这个男子 到豪杰英雄 我们都可以成为儿 所以在不同的时代 在不同的场合 这个儿有不同意义 那我们现在用的特别多的 也是在我们北方 经常会说到这个儿话音 快点啊 咱们画都行 画得特别好 你呢 哥们儿我们去三里堆 去看肉串 罗蒙熙他每次会叫我 叫大胃儿 大胃儿 小胃儿 听多是小胃儿 确实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儿字基本上 放在一个音节的后面之后 它是没有独立的意思的 但是它会跟前面的那个音节 融为一个音节 就是在它的韵母后面 加上一个儿话音 我记得我当时学汉语的时候 就是老师说门 就是门 如果你用两只手能碰到的 那可以说门 但是比如说天门 是不能说的 确实是 天安门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天安门 包括前门 前门不能说前门 对 比较庄重 比较大气 比较正规的这些名词 是不能用这个儿话音的 来 我们来做一组练习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儿歌 也是绕口令 同学们会吗 进了门 到北水 喝了两口韵韵气 顺手拿起小唱板 唱一曲 又一曲 练完嗓子 我练嘴词 绕口令 练嘴音 还有单曲 排的曲 小快板 大鼓词 我越说越唱越带劲 哇塞 看来这个儿话音已经不是问题了 要给大家来点高难度的了 来 好 谁能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戏曲应该是我比较在行的 安泽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请走起来 什么镜子照 说一个有头什么花香 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口点的油纸是什么花红 请走起来 明花镜子照 说一个有头柜花香 脸上擦的桃花粉 口点的油纸姓花 哇 成太好了 安泽 没想到安泽还有这方面的修为 太了不起了 刚才我们同学们的表现 大家都看到了 你觉得她如何 觉得她好的话呢 来 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投票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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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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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大卫三十一票 踏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造剧环节 接下来 给我们造个剧 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非常好 来 我的儿子是爸爸 爸爸的儿子是我 这个特别好 搞得特别清楚 我们稍稍大一点的这个小朋友给我们造一句 来北京坐小车 看初二爷 非常好 来 孟希 我妈妈有天地下最漂亮的儿媳妇 这不是又在夸媳妇吗 对啊 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说妈妈有世界上最帅的儿子 因为我没有想你那么自恋 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这样的一句话 媳妇人家的好 儿子自己的好 媳妇是我的呀 对吧 所以说是我的好呀 就你的媳妇最好 对 那你觉得一个好儿媳妇的标准是什么 你觉得你妈妈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好儿媳妇 她也没告诉我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但是母亲我看来她特别满足 她觉得我全对了 当有矛盾或者什么 她不帮我 她就张在她的面 说你应该改变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婆婆 大卫 因为我在还来中国之前呢 我是看着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来练中文 那个时候刚好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的是 一个电视剧叫做麻辣婆媳 麻辣婆媳 然后她那个主题曲什么什么 生活就应该简单什么什么 儿媳妇跟她的妈妈跟自己的儿媳妇就住在一起 三代的女人在一个家里 然后她们每天都发生着各种挣扎 就看着我紧张死我了 比如说儿媳妇做饭的时候 她的那个婆婆 会在旁边看 会在旁边 你念盐饭的太多了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最好就不要做饭 不要一起做饭 不要一起做饭 对 这个婆媳关系还是是一定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这个回避 这种方法好吗 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地对待这种关系呢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我想首先啊 婆婆一定要意识到 儿媳妇爱上自己的儿子 这是对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最高理赞 这是对于节奏作者的多么大的赞美跟肯定 从另一方面而言 媳妇也一定要意识到 这婆婆人家是原作者呀 你不能就爱上作品 对这个作者本人不好 这个就跟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一样 婆媳关系是那种介于母女跟闺蜜之间的情谊 母女跟闺蜜之间这样 多沟通多交流 可能共同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毛老师呢 您可是过来人呢 这个 在头 在媳妇和母亲之间 最难为的是这个儿子 儿子要做两面派 要做两面派 您就是这么做过来 对 要当着这个 当着婆婆说一套话 当着媳妇说一套话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要说一套话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句话我们经常在这个大人口中会听到 对 因为父母总是会管着孩子或者是特别担心他们 但是实际上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们有自己的幸福 有自己的事情 其实父母没有必要去那么担心自己的儿孙 基本上这个在什么时候会用到这句话 我老公到现在不理解 他看我的父母就特别潇洒 在那边去旅旅游啊 然后自己在那边就过自己的那种非常有滋味的那种生活 他说哎 为什么我父母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父母还是会考虑就是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是他们的核心 这样的话我们说我们你们也去玩一下吧 他们还是放不下的 其实像这个安泽这个嘉宾里面 可能这种父母的这种对比就更明显了 对 来 18岁之前踢出门 自己说我自己断着断 现在我看你也活得挺好 对啊 还找到了这么好的司法 对 因为如果小时候没吃苦 那长大之后二十三十岁 突然发生什么经济问题或者之类的 那他没办法 没有父母帮他他没办法 还要放手 自己去拼搏 在中国完整的话是两句 叫做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为儿孙做马牛 它是这样两句 如果我们把后边一句连起来呢 这个意义就更清楚了 实际上儿孙他自己如果有能力 他可以创造自己的幸福 你对于儿孙的这种帮助 不是给他金钱 是给他的能力和品德 作为儿女的你 对于父母的情感是怎样的 我感到非常的心酸 妈妈脸上的皱纹加深了 马上就上飞机 马上妈妈我不想离开你身边了 吃坏东西了 然后特别难受 我最想要的就是给妈妈打电话 当你离他距离一万多公里 那时候真的想 快乐汉语精彩继续 那我们来龙去迈的我们先来做一个赏西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首诗词 大卫来给我们朗读一下 看得懂吗 鸟树是一个那种乡村的生活 乡村生活 大儿子在天里耕田 耕田在 中儿呢 知鸡龙 小儿呢 他就是握在一个脸棚下面 握在一个脸棚下面 在西的旁边 在西的头 波连棚 波连棚 三个孩子不同的这个状态 这幅古典式的田园木戈的场景 特别的动人 我们来看 如果用现代的解读而言 这个大儿子体现出了利与美 在这个西东除斗 中儿呢 像手工业者一样 他非常有品味 然后他无聊在之基隆 这个小儿子呢 非常潇洒地躺着在波连棚 这样一幅画面 小儿女画面 背后其实也有新气急的 一番情怀 就是贤重人之所盲 盲重人之所贤 而里面格外打动我的 其实是 这种小儿女情怀当中的审美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要重新读这些唐诗诵词 重新读诗 让诗与美 重新栖息在每一个人的 日常生活里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讨论 大儿 中儿 小儿 当你们是特别小的孩童的时候 你们对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小时候你会觉得 父母就是超人 觉得父母就是超人 对 你觉得他是万能的 就任何事情 任何问题 他都能解决 完全同意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 想快点长大 就大人这么酷啊 就自由自在 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不用睡午觉啊 就不用十点睡觉啊 做作业啊什么的 他们就做的事情 肯定是比这个好意思很多了 老想追随他们 其实我觉得跟大家都差不多 我跟我爸 就他经常在家里 这些东西坏了 那他就去修 修个灯啊 修个什么东西 就会跟他一起 拧拧啊 螺丝钉啊 可能实际上没有什么用 没有帮到他 他们想助手 对 小的时候就觉得 父母就是最万能的 是我们眼中的这个超人 所以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一句 而不嫌母丑 还有下一句是 狗不嫌家贫 狗不嫌家贫 对 狗不会是因为 说家里的东西不好吃 而不吃东西 可能就是一直在 那个环境下 你会觉得家里的东西 都是最好的 父母呢 你自己不会觉得 爸爸妈妈会怎么样 在你的心目当中 爸爸妈妈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最美的 儿不嫌母丑 他反过来 说的是母亲的母爱的伟大 母亲在儿子 在女儿的心目当中 是最伟大的人 是无所不能的人 是任何事情 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人 第二句话 狗不嫌家贫 不是说不嫌自己家里的不好 而是你给他任何吃的 他都会对你永远忠诚 这狗是忠诚的 他不会改变对你的忠诚 这两句话 共同勾勒了一副 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好的 儿不嫌母丑啊 我其实听到的 最美的一句表白 是有一次一个男生说 你长得很像我的妈妈 虽然说这句话很普通 但是一个儿子 他对母亲的赞美 和对于母亲的依恋 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品质 过了这个孩子 对母亲特别依恋的这个阶段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 还记不记得 你长大了一些之后 对父母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感和态度呢 是到叛逆期了是吗 叛逆期了是吗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 整个世界都不懂我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理解我要的是什么 连父母也不懂你吗 因为他们要限制你啊 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是跳舞嘛 然后我们要排练的是四个小时 他们还是担心有点晚 他们不让 然后呢 我就感觉 就他们不懂我 走了 然后就去锻炼去 开始跟这个父母 开始对抗了哈 可能有一些理念上面 不能统一了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那时候你的脑子 开始百分之百 惯用了 就是告诉你 怎么做 不够 得有个原因 得有道理 然后在这方面 我觉得当时我父母是最苦的 因为让我这么做 我就不听 那时候已经有独立思考 问题的能力了哈 然后半懂半不懂的情况下 但是呢 父母呢 又对你有一定的管制 所以矛盾产生了 以前我 尤其我妈的最强烈的要求 是要练琴 要应 对因为乐明良 这个小提琴 拉得非常棒 其实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肯定跟父母会有一些这个 对 尤其是可能十一十二十三岁 大概那个时候 还练得还不是特别好 不能享受 就自己做这个音乐 然后但是还是嘛 还是要求 然后就那个时候 就完全不理解 就我拉得那么那么糟糕 就为什么就放弃 就非要拉呢 对 就去那个什么 打个篮球多好 慢慢长大之后 我们就会儿大不由娘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儿大不由娘呢 反映出一种发展的观念 但是怎么样掌握一个分寸 也是不同的 所以儿大不由娘呢 它一是反映出了发展观 第二呢 父母也是要想 什么事情 不要永远 把他们在自己的软意之下 什么时候 要让他们放飞 就该放飞的时候 就放飞了 好了 儿大不由娘之后 我们又长大了 你看长大之后 有的 水 不让父母来求学 有的呢 可能在异国他乡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还有的呢 可能有了自己的工作 也都不在父母身边 但是对于父母来说 你们永远都是他的宝贝孩子 像我刚刚到中国到北京 然后有一回是吃坏东西了 然后特别难受 就那个时候 最想要的就是给妈妈打电话 但是又感觉 你这样一打电话 他直接就 肯定是就着急了嘛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忍着 就忍着忍着忍着 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当你在他们身边 你是你会 不会想父母 你没有这个感情 你都不知道 但是当你离他距离 一万多公里 那时候真的想 是 尤其有时候生病的时候 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可能会更想父母 希望听到他们的唠叨 希望听到当时 你叛逆时候 他们给你的那些意见 是吧 我也是就会 就特别想念父母 我也在国外很多年了 我记得当时在中国读了 一个短文叫背影 一个朱自清的背影 他跟父母 天哪 读完了就 就开始流泪 我就因为我记得 就是父母去机场 送我的时候 就是那种根本 你不想见他 因为你见了 你就开始哭 然后你想说妈 我爱你 但是你真的是那种 就已经没有声音了 马上就上飞机 马上妈妈 我不想离开你身边了 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呢 我爸爸的头发都是黑的 我妈妈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 前段时间我教会他们用微信 视频表现打开了以后 我感到非常的心酸 我爸爸的头发全都白了 妈妈脸上的皱纹 加深了 你多少年没有跟父母见面 四年 四年 我心里当时在想 这是我四年前 离开我的家的那些人吗 这些人感觉我不认识 杜甫有首诗 今夜夫中月 归忠至独堪 摇脸小儿女 未解一场安 儿行千里不担忧 是指母亲对儿子的关爱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舍的 但是在儿童成长的 无忧无虑的时期 在他们要想展翅高飞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希望摆脱父母 希望自己有独立的空间 这时候他们是不担心父母的 但是一旦他们自己成人了 一旦他们面对社会了 一旦他们回首看到 白发苍苍的母亲 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的时候 他们想到 他们要对父母的回报 是母儿子女儿 对父母的挂念 我们看到观众时尚 又有一位外国朋友 说着说着也感动了 是不是想到父母了 就是有点想叉了 就是今天 今天我早上 就是在三里屯逛街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 波斯玻璃寺餐厅 当时进去那个餐厅菜的味道 就是让我想起了我妈妈 就是特别想那个味道 你知道吗 就是想家庭的那个巷子 就是你闭着眼睛 你都可以 就是你能 你能找到那个 那个回家的路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了 就毕竟我们很爱中国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心里还是有一个家 就是永远都没有东西 或者是任何地方 可以代替它 其实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歌 叫常回家看看 这个很多人很长时间离开父母 没有感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感情 突然这首歌出现 轰动大江南北 很多人都去回家看看 父母没有要求儿女 对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 你不要带什么礼物 也不要说什么好听的 其实回家照顾一下 看看父母 父母就很满足了 父母其实要的特别少 只是一个问候 一个关心 一次陪伴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静一下对我们父母的孝心 好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么多 也分享了我们自己的故事 观众朋友们又轮到你们了 哪一位的故事 更打动你们 还是第二轮投票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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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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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我们来看一下 大卫58票 宾拉尔49票 待会儿还有最后一轮投票 来决出我们今天的人气学员 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随唐大测验 好的 我们这一个环节是抢答 我们每个队还找了一个小帮手 我们两个小朋友来进行抢答 而画音游戏规则 学员分两组抢答 大屏幕上的词组 是否可以儿画 发音标准 清晰者获胜 来看第一个 看好了吗 准备 开始 你真是文准很啊 音诱饵 音诱饵 发音对不对 这个不是儿画 不能说音诱饵 对对对 没错 好的 来 领取小星星一枚 咋子怕我 好凉了吗 你们也不说 你们先找一下 对啊 我们来换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不怕吧 这个 这边很凉爽啊 下一个 好 抢答 开始 好 没问题 来 小星星一枚 我们 来 我们继续看题 看好了 抢答 开始 这个有问题 不好试 这个我来 对对 青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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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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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你笑得开心的 好 来 我们一起来 来 我跟你一起 准备 开始 一本书 没问题 来 小星星一枚 已经没有欢迎 已经被动了 你不是抢答高手吗 去帮帮他们 行不行 好 我不认识你了 你们抢答小高手 有力 用力 看一下题目 看一下题目啊 准备 开始 小朋友会吗 你会吗 你不能啥都指望人家呀 会 你不能啥都指望人家呀 心肝 心肝 对不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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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就对 来 准备 来 我猜下一个 来 准备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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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厉害 上手了 开始 都不是 有点缠 喷 你太辜负小朋友了 干颤 干颤 对 就是心里头七上八下 打鼓 实际上是那个肝躯很疼痛 咱尘 我们数一下我们的小猩猩 来 五 六 七 八 这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这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获胜的是我们的红队 恭喜 这边来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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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儿歌 游戏规则 学员分两组轮流唱儿歌 坚持到最后的一组获胜 打呗 从小爷爷对我说 吃水不忘 好 可以 好 可以 小娘娘 美娘娘 蓝 一只羊 一只羊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好得快 如果感到幸福 拜拜 拜拜 伴手 好 阿文 阿千 一个葡萄树 真棒 葡萄娃 葡萄娃 可以跟腾上七朵花 可以 大王叫我来寻山 大王 阿千 一个酒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清脆的山林里 可以 春天在哪里 好 小燕子 穿花椅 可以 小毒蛇乖乖把门开 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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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回来 不开 开门回来 不开 开门回来 山的那边 仁的那边 有一群男精灵啊 哦 倒 打好倒 鱼草 小落后弟弟吹 还要听了战区飞 可以可以可以 做三圈就三圈 我的牛牛皮肤 可以 遇上只有妈妈好 所有孩子都知道这首歌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喷喷喷 五六七八五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 香港大老虎 也可以 可以很棒可以 还有 黑沙水吧 我亲爱的宝宝 好可以 爸爸的妈妈 叫奶奶 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 可以吗 可以 藤森骑马 东给了东 后面跟着个松悟空 松悟空跑得快 后面跟着个猪八戒 猪八戒 鼻刺长 后面跟着个沙和尚 沙和尚敲着耳朵 后面来了个老妖婆 老妖婆真叫坏 猪果腾三和八戒 腾三八戒 江湖头 续连续腰三鼓抽 江湖头上尾道 多黑正空眼睛样 眼睛妙莫金光 高高提起金箍棒 金箍棒有力量 妖魔鬼怪消灭光 哇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一个能敌俩 你们只能认输了 所以我们今天获胜帮呢 就是我们的红队 要谢谢我们的小朋友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 回到座位上面 谢谢 表现很棒 那么到底谁是我们 今天的人气学员呢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轮投票 一号 二号 三号 二号 二号 三号 叹了这么多儿歌的朋友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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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二号 一号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气学员 就是大卫 恭喜大卫 好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我们两位导师 谢谢我们下课了